欢迎锁定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叶佳荣 也欢迎您随时在手机 拿起手机在聊天室留下您对新闻的看法 不知道早上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呢 是川普跟贺锦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不过整场这个辩论会呢 专家看完的评论是认为呢 贺锦丽呢她很巧妙地掌握到节奏 甚至直接激怒了川普 所以后面的走向好像变成了 就看川普一直在语无伦次 想要为自己辩护 但是呢这刚好是中了贺锦丽的下怀 贺锦丽就问了几个主要问题呢 包括像是堕胎的政策 川普还适不适任 还有呢她现在是官司缠身的 这一连串的问题呢 其实就已经把川普放在一个防守的角色 所以很多人说贺锦丽在今天呢是女战神 不断的在逼问川普 那川普呢当然因为情绪很不好 所以就开始呢不断的呢 很愤怒的来表达她的这个辩护 不过呢她的反攻的一些理论 你会发现好像根本就没有事实根据 只是流于太过的情绪化 像她就提到呢很多的这个移民 特别是来自海地的 竟然会吃掉呢邻居的这个小猫小狗 把宠物呢当成餐桌上的美食 不过这些东西呢摊在台面上来看 大家都知道这是川普的企划 那说企划对于选情有帮助吗 可能要打一个大问号了 不过像我们昨天分析讨论到的 包括路透社也认为呢 这个辩论会呢它不一定能够改变民意 甚至是最终的选举结果 但是呢接下来呢剩不到两个月 确实会影响到民主党跟共和党两方阵营的士气 毕竟选举就是输人不输政 那这对民调数字跟支持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这个是在辩论会之后 今天跟是委托了SSRS做了一份即时民调就发现呢 有看辩论会的观众有超过六成都认为呢 贺锦丽才是今天的赢家 只有呢大约这个不到四成的人 他们认为呢是川普比较优秀 所以这个比例其实蛮悬殊的 那在辩论会之前呢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两个人的支持比例呢 其实是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是个半 但现在贺锦丽呢明显呢是争取到比较多人的认同 那至于六月份呢当时川普跟拜登的辩论会 其实差距就更大了 因为当时有三分之二的观众认为呢 川普明显是表现比较好的那一方 不过现在呢换了贺锦丽对民主党来讲 在气势上确实是有不少的提升 这个讲的是支持度 如果我们问的是好感度呢 昨天才在讲呢贺锦丽她的知名度不如川普 所以这场辩论会呢 可能是一个增加自己曝光的好机会 而确实在辩论会之后呢 贺锦丽的支持度从三成九 好感度呢现在一路跃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五 其实是一个蛮大幅度的增加 那至于川普的部分呢 好感度呢只有百分之三十九 那反感呢是超过好感的 反感的部分呢是有来到百分之五十一 不过这都是一些这个选民比较主观的意见 针对这个两位候选人的情绪上的看法 如果问题问的是你认为谁更能够具备解决美国社会问题 与经济问题的能力呢 其实呢当然贺锦丽还是多一些 有百分之四十二 那川普则是百分之三十三 不过仍然有两成二的选民觉得呢 这两个人今天虽然好像看起来呢 有谈到一些政策 包括贺锦丽不断讲这个机会经济 不过好像呢都是隔靴骚痒 没有断出太具体的一些详细的政界 所以希望呢未来能够看到两个人提出 对社会问题更好的解决方案 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 川普贺锦丽辩论直球对决 川普还是熟悉的川普 川普不意外搬出吃猫狗的传闻攻击移民政策 郑重贺锦丽下怀 贺锦丽还真的听从建议用笑声激怒川普 把辩论当逗牛 讲到煽动国会暴乱 冰狗摸到川普的逆铃 贺锦丽还干脆偷走川普的剧本 川普也有被插话的一天啊 贺锦丽拿出检察官的问话技巧 对付遭定罪的罪犯恰得其所 川普被逼到只剩暴怒抢话大绝招 我说他会写杀了 川普总的决定网上 川普的决定网上 他会写杀的决定网上 川普总的决定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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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主持人差點壓不住川普 川普還說他上任前就能夠終結烏二戰爭 只是陣角大亂好像罵錯人 看來賀錦麗成功讓選民看到川普失控了一面 只是這場ABC美國總統辯論會上政策聲論 恐怕又在鬥牛秀中失焦了 聽說什麼到 賀錦麗的攻勢看起來確實是奏效了 才到川普沒有辦法忍受的地雷 我們從一些她的肢體語言 就能夠看出這其中的玄機 在辯論會的一開始 兩個人其實看起來都還是蠻心平氣和的 不過當賀錦麗問到了這個關鍵的問題 讓川普就沉不住氣了 賀錦麗當時是質疑了 說川普你的造勢活動上 好像很多選民最後覺得很無聊又很累 所以聽到一半就直接離場了 是在暗示川普很沒有個人魅力 所以川普忍無可忍 馬上開始講話變得比較大聲 甚至整個人背是攻起來的 還有不斷的秀出他的這個招牌的姿勢 就是手在空中不斷的比劃 而專家分析就認為 這就是川普感到憤怒非常明顯的一個徵兆 相比之下賀錦麗就還是維持一貫的淡定 甚至中間還直接笑出聲來 非常有自信的在看到川普整個人好像荒了手腳一樣 那CN跟主播華勒斯怎麼評論川普後來的表現呢 他說看到今天的川普好像有一個既視感 會讓大家想到六月份 當時川普跟拜登的辯論一樣 好像拜登當時很慌 現在川普自己竟然也慌了 還說他看起來整個人老太龍中 非常具有毀滅性一樣 那當然這個川普他的自己的幕僚團隊呢 不能夠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嘛 他的團隊就說呢川普表現非常好 怎麼看呢都是我們家共和黨的候選人呢 才是今天辯論的贏家 那賀錦麗的團隊當然也是這麼說的 甚至呢這個兩方的副手呢 也有一些隔空的交火 像川普的副手范斯呢他就說了 他說呢賀錦麗你不斷的在講一些城牆爛調 在講要怎麼處理移民 不過你現在身為副總統 給你三年半的時間處理移民了 你處理了嗎 其實看起來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所以一直在講這些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至於賀錦麗的副手范茲呢 他則是說呢川普你看起來好像 整個人是不是精神錯亂啊 看著川普這個樣子讓他想到呢 好像是一個老人不斷在對著雲朵大吼大叫 當然這場辯論會關注的不只有 兩方的支持者還有選民 其實呢演藝圈的大明星也都在看 像是美國的流行樂天后 Taylor Swift他就已經正式表態了 他會支持賀錦麗 還在社群上呢上傳了一張 他跟貓咪的合照 自稱他是沒有小孩的貓小姐 來諷刺川普副手范茲之前的歧視言論 美國流行樂天后泰勒斯在辯論會結束後 正式表態他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 泰勒斯還附上抱著愛貓的美照 貼文最底下署名是美小孩的貓小姐 明顯諷刺川普副手范茲的歧視言論 在他發布貼文半小時後 馬上獲得超過230萬個讚 這次辯論主辦方 ABC新聞主持人在第一時間 及時澄清和更正川普言論 表現也頗受外界好評 民主黨大佬歐巴馬夫婦先後推文 認為辯論後結果已毫無懸念 賀錦麗會成為全美國人的總統 場外支持者早就忍不住 用無人機秀出 把副總統的副字去掉 變成總統女士的圖案 現場一陣歡呼 川普粉絲則痛批 賀錦麗根本偷川普政見 至於挺巴勒斯坦人士 也在辯論會場外抗議 還有人在賀錦麗副手滑茲 演講場合鬧場 抗議美國至今 對加薩停火毫無作為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一個可以看出 川普好像見效轉生器的一個重點 是兩個人說話的時間 雖然整個辯論會的安排 是給雙方各自公平的時間來做論述 不過川普他心比較急 所以話講得比較多 整場辯論會 他說話時間是42分52秒 而賀錦麗只有37分多鐘 所以差了整整有5分多鐘 這個原因可能在於 雙方辯論了很多議題 川普想要反駁 但都是被糾正 你援引的數據是有錯誤的 我們來看總共有 這邊幫大家整理了四大議題 一開始是在辯論會的上半場 主要在談的是經濟跟墮胎 在經濟方面川普要主打的是 他認為拜登執政 讓美國的經濟是一落千丈 他就說美國現在的通貨膨脹 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 不過馬上就被發現這個說法有點問題 因為最近這陣子 可能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看這個通膨指數 其實大部分最嚴重的時候 可能也就3% 這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大部分都是在2.5%到3之間 不斷的游離 不過美國史上最嚴重的時候 CPI其實是有達到15%的 在1980年代 所以這個說法很明顯是誇大不實的 另外他也說賀錦麗 你只會抄拜登的政策 你到底有沒有端出耳目一新的政策 好像根本就沒有 賀錦麗他則是反諷說 不要忘記在川普執政的時候 美國爆發了新冠疫情 當時川普處理的是一塌糊塗 從那個時候經濟體質就不太好了 後來拜登接手之後 不斷在幫川普收爛攤子 收了將近4年任期要做完了都還沒有收完 所以他不斷強調我們自己想要建立所謂的機會經濟 包括要幫年輕人買房子 給一些這個賦稅的優惠跟補助金等等 所以他認為這個跟川普比起來他比較佔得住腳 他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 來推翻川普之前為美國帶來的傷害 那另外在墮胎議題上呢 要追溯到呢 當時是2022年川普任命的一位大法官 他推翻了羅素韋的案 讓女性等於失去了身體自主權來決定 能不能夠留下孩子 那當然呢 川普他就不斷的認為說 這個墮胎的權利呢 是不是等於合法殺人呢 不斷在重複這個論點 不過後來也被糾正說呢 他的這整個邏輯上其實是有很多的盲點的 那當然賀錦麗呢就說他希望能夠恢復呢 女性的身體自主權 讓女性能夠好好的為自己的人生來做決定 那川普當然話風一轉 他馬上就說 其實他的意思是呢 你知道美國呢是這個聯邦主義很重 所以他說其實到底要不要簽署所謂的墮胎禁令呢 還是交給呢各州的這個聯邦政府來做決定 那再來呢則是這個加薩交給州政府來做決定 那另外是加薩戰爭的部分這次也有談到 那當然呢川普就馬上就說了 賀錦麗當選的話 那以色列恐怕完蛋了就會直接滅亡 那如果呢川普他本人是總統的話 恐怕呢加薩戰爭從一開始根本就不會發生 不過賀錦麗還是比較穩扎穩打的強調呢 他說美國會持續的呢 來站在盟友以色列這一邊會堅守既有的政策 不過這不代表他們支持戰爭 還是希望呢以巴雙方能夠盡快停火 而美國透過外交手段也非常努力 希望能夠達成這個目標 那再來就是俄烏戰爭的部分呢 不要忘記川普他之前講過 假如呢他是總統他上任的話 那俄烏戰爭24個小時之內很快就會結束了 就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 他也會極力促成雙方的總統來做談判 不過賀錦麗就諷刺他了 對你說的沒錯24小時內戰爭就會停止了 但那恐怕是因為你會選擇直接放棄 你會讓普京直接長驅直入呢 來奪下基輔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的話 那普京的如意算盤呢恐怕通通都能夠實現了 所以他認為呢其實 川普的這個很多的辯論就是一種詭辯 拿不出實質證據 但是就是跟你繞啊繞啊繞 讓大家感到這個頭昏眼花 好像自己呢就取得勝利 是一種阿Q精神嘛 那當然很多人也這次的辯論會 也蠻多人批評說 有點像是賀錦麗的主場 因為主辦的這個主持人是ABC 廣播公司的主播 所以好像其實呢很多的這個結問 或是反駁川普的一些話 都是有明顯的立場站在賀錦麗這一邊 那假如今天是川普的主場呢 假如是立場一向比較右派的福斯電視台 來主辦的話 會不會川普就有機會 來更好地展現自己呢 所以福斯電視台呢 他們也立刻發出邀請 計劃十月份再辦一次辯論會 不過民主黨也立刻接下暫貼 福斯電視對兩個陣營發出邀請 打算十月再辦一場辯論 川普沒有明說是否接受 不過辯論後民調顯示賀錦麗支持度 從原本的39%增加到45% 川普則是下降 賀錦麗的老公看完辯論後 更是開心到爆 在接下來55天 我可以叫我妻子 美國的總統 卡巴勒哈利 監察長出身的賀錦麗 在辯論上展現滿滿攻擊力道 這段諷刺川普不知所云 導致民眾提前離場的言論 也成功激怒川普 根據統計 辯論會上賀錦麗總發言時間 雖然比較少 只有37分鐘左右 但展開攻勢的時間 卻超出川普達到17分25秒 川普因此多次想插嘴 甚至打斷主持人提問 專家分析賀錦麗使出法庭上 進攻作風 CNN民調顯示 63%的民眾認為賀錦麗表現較佳 只有37%認為川普勝出 知名統計學家更指出 比特幣的下跌代表川普 輸了這場辯論 這場辯論會當中 其實也有提到台灣的名字 主要是賀錦麗她先發動攻擊 她就強調川普之前引發了貿易戰 但是之後把晶片賣給了中國 美國等於是在幫助中國大陸 促進軍事現代化 那這麼做是不是在出賣美國呢 那另外呢她也提到川普之前 感謝過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疫情期間做的事情 不過這個感謝真的有道理嗎 因為很多人在批評中國大陸 當時其實根本就沒有提供 關於疫情的透明的這些相關的資訊 但是川普你在推特上竟然還發文 直接說謝謝習主席還用了一個驚嘆號 好像跟大陸走得非常非常的近 那川普是怎麼反駁這個說辭的呢 川普則是說呢 我沒有賣晶片啊 大陸的晶片是跟誰買的呢 其實呢是跟台灣買的 因為呢美國幾乎都沒有在做晶片了 而且都是因為呢拜登政府的這個政策有問題 哲學上非常失敗 才會讓大陸呢有這個機會呢來發展他們的軍事 所以呢他說呢 呃他不會說賀錦麗要負責 他把這個矛頭指向拜登 因為賀錦麗本人呢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政策 所以川普這個說法是呢 我們台灣才是真的賣晶片給中國大陸的一方 那這是事實嗎 真的可以這樣子說嗎 我們就訪問到呢 業界這個很資深的產業研究院的這個副社長 他就分析說呢 呃川普這個說法有一點點漏洞 因為呢 台灣我們都知道有護國神山台積電 但台積電的身份是晶圓代工廠 我們畢竟不是直接做晶片的銷售的 那你要說真正有資格賣晶片的都是一些晶片大廠 包括intel啊超微啊灰達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美國的晶片大廠 所以川普這個說詞其實有失公元 美國副總統賀吉利在ABC美國總統辯論會上 一開始就指控川普引發美中貿易戰 甚至出賣美國 對於賀吉利的指控 川普的回應再提台灣 川普更斥責賀吉利是馬克斯主義者 在經濟議題上川赫兩人的攻防火腰味十足 可吉利更指責對手向國際上 國外客政的稅收應改名成川普銷售稅 而且稅收成本最終將轉嫁給中產階級來承擔 川普則反駁賀吉利的經濟政策非常空洞 只會抄襲美國總統拜登的計劃 TBBS新聞綜合報導 至於在烏俄戰爭方面呢 現在俄羅斯是不斷的在加速在頓巴斯地區的推進 而且甚至說了不會考慮和平談判 他們的國安會秘書長肖伊谷就強調 從八月份到現在為止呢 俄羅斯其實已經奪下了烏克蘭東部 有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這是兩年以來速度最快的一次頓巴斯地區呢 很多地方現在都是俄羅斯在掌控的 那甚至呢這個總統普欽也就說了 只要烏軍呢還在俄羅斯的本土在庫斯克作戰的話 他們絕對不會屈服 不會考慮做任何的停火談判 認為呢對方對我們有這麼大的惡意 我們為什麼要停火呢 那甚至呢如果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 推到呢2022年的2月份兩年多前 從那個時候呢到現在這段時間 其實呢整個烏克蘭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根據普京的說法 現在通通都落入俄羅斯的手裡了 所以目前呢這個烏俄戰場的局勢 美國看了其實也蠻緊張的 甚至還要擔心呢俄羅斯會拿到更多的 軍武相關的資源 因為有一個消息是 伊朗呢送給俄羅斯的短程彈道飛彈 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俄羅斯恐怕就會直接使用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所以這會讓整個俄羅斯戰爭的戰事呢 直接瞬間升級變得更加危險 所以現在包括呢英國法國跟德國都宣布要對伊朗實施新的制裁 像英國最近呢就決定要終止跟伊朗之間全部的實飛航班 那當然伊朗也跳出來澄清說 這個消息呢根本就是假的 是一個不實的誤導 非常惡劣 是有心人在操作呢想要做政治上的宣傳 那當然俄羅斯呢還有蠻多的軍事上的動作 就是最近呢跟大陸走的比較近 他們做了聯合的海上軍演 呃區域地點呢是在地中海到太平洋這個水域 規模其實蠻大的 像俄羅斯派出了400多艘的這個艦艇 那整個軍演呢會一路維持到9月16號 所以可以看到呢目前整個這個戰場上的攻勢呢呈現 俄羅斯他們已經掌握了一個相對比較強勢的話語權 絕對不會輕易向烏克蘭低頭 巨大爆炸聲響徹雲霄 一棟多層樓住宅窗台冒出熊熊烈火嚇壞拍攝民眾 烏克蘭9號夜晚發動無人機大反攻 襲擊莫斯科和俄羅斯西部也是俄羅斯開戰後 莫斯科第二次遭到大規模攻擊 外媒報導這波襲擊至少造成該州 拉曼斯科夜區兩棟公寓大樓回損 當第一名46歲富人死亡三人受傷 空中交通也受影響至少30個黃班因此停飛 俄羅斯啟動防空系統宣稱一共擊落144架烏克蘭無人機 由於有消息傳出伊朗正提供飛彈給莫斯科 是否授權給烏克蘭美制長城飛彈因應 美國總統拜登也作出回應 烏克蘭發動最新這波無人機攻擊同時 俄軍超過30個月的侵略戰爭有所斬獲 目前拿下一座村莊梅姆里克村 下一步將進軍約20公里外 屬於後勤枢紐的波克羅夫斯克 TV的新聞 希霧翔無廷 綜合報導 而墨西哥最近則是有大規模的抗議 其因是即將卸任的總統 他認為目前整個國家的司法體系裡面 充斥很多裙帶關係貪污腐敗 而且是比較有利於政治跟社會精英的 所以他打算來做一個大規模的司法改革 改革的方式就是讓全國各級的法官 都應該由民眾普選選出來 不單單只是地方法官喔 包括高等法院的法官 未來都要走選舉制 如果你未來想當法官的話呢 你這兩年內可能就要趕快來投入選舉了 所以這個政策呢 一公佈之後引發民怨的反彈 有大批的民眾呢 直接走上街頭示威 甚至呢闖進了參議院裡面 來終止整個辯論的程序 逼得議長是宣布呢 可能要直接來無限期的休會了 而這個動亂也引發了墨西哥的外交關係 變得很緊張 像是呢主要的貿易夥伴 美國跟加拿大就警告了 認為現在的這個整個局勢 其實已經影響到呢 三方的這個貿易協議 所以也可能會對投資產生負面的衝擊 希望墨西哥能夠盡快解決這樣的爭端 抗議示威者情緒激動 還有人潑灑白色議題 場面一陣混亂 示威者不斷拍打國會大門 終於鑽出一個洞破門而入 墨西哥議會大樓外爆發大規模抗議 因為總統提出的司法改革案引發眾怒 10月1號即將卸任的墨西哥總統羅佩茲提出的司改案中 主張法官要經由民選產生 提議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從11人減少到9人 並縮短任期到12年 所需的經驗從10年減少到5年 反對黨領袖還在國會內自拍 喊話政府要聽聽人民聲音 反對者認為這將影響到司法的公正性 就在墨西哥議員對這項提案進行辯論時 抗議群眾衝入參議院 示威的畫面全被電視台轉播出去 而這項提案牽涉到全墨西哥6500名法官 法院的書記官也選擇罷工加入示威 要為總統提供給總統提供 這項提供給總統提供 讓總統提供給總統提供 總統提供給總統提供總統提供 參與示威的幾乎都是法院職員或是法學生 參議院議長被迫宣布無限起休會 TV新聞 綜合報導 至於大陸政府最近非常關切 這也是人口高齡化的問題 所以第14屆的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 現在在討論要不要來延遲法定的退休年齡呢 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呢 分男性跟女性 男性是60歲 而女性呢則是50歲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呢 這個年齡在1950年代設立之後 到現在通通都沒有改變過 不過過去這四五十年間 其實社會出現蠻多的變化 包括呢是健康意識的提升 所以大部分的人的這個壽命呢 其實都是很明顯的延長 可能活到八九十歲都不是問題 所以呢現在的這個法定年齡 可能已經不符合整個社會的結構 還有呢一些經濟文化上面的需求 所以現在可能在討論要不要來做調整 那另一個要值得留意的是呢 現在大陸的社會養老保險 已經產生所謂收不抵支 有這樣子的風險 所以政府也希望呢 不能夠減少一些這個開支呢 讓它變得比較平衡一點 不過這也讓很多的大陸民眾就擔心 如果退休年齡延後的話 會不會等到真的要領這個保險金的時候 就已經領不到了呢 那日本其實有相關的這個討論 也是因應呢這個高齡化的問題 所以其實呢中高齡的員工呢就 呃蠻擔心的認為自己呢 是不是要因應政府的政策 一路工作到七十歲呢 政府在考慮要把所謂的老齡的定義呢 上修到七十歲 不過勞工心裡面呢真正在想的是 如果我一直工作到七十多歲 那是不是等於要工作到死呢 來台灣三十年的渡邊玉美 現在經營占卜事業開班授課 然後工作到幾歲 我 如果可以的話 我的頭腦OK的話 一輩子 邁入花甲之年 渡邊玉美希望自己能工作到不能做為止 若是在日本他已經到達企業的退休年齡 再過五年就能開始領取養老金 然而現在日本經濟界呼籲政府把老年人的定義 調高到七十歲 最大的原因是日本政府沒有錢 所以以前的話年金也很多 所以給老人年金的 但是現在日本的政府財錢很辛苦 所以沒有給老人的錢 所以老人也工作這樣的感覺也有 日本政府想要解決人口減少造成的勞動力不足問題 同時讓社會福利及財政能長期持續 日本內閣府預估二零四五年七十到七十四歲 人士的勞參率約百分之五十六 不少長者因為養老金微博不得不繼續工作 所以技術工作是很好 但是這個工作一定有意義的工作 還有不是為錢的 過去日本政府就曾考慮 將老年人的定義調到七十五歲 經濟財政諮詢會議上有議員建議折衷 延後五年到七十歲就好 比較具可行性 事實上日本的法律其實並沒有規定 日本老人的年齡是在六十五歲 這個規定是沒有的 然後那為什麼多數人認為六十五歲以上是老人 大概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日本公司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 也就是說六十五歲之後 你其實是已經沒有一個固定收入了 第二個就是日本的老人年金 是從六十五歲開始勤零的 所以六十五歲以上就被認為是一個老人 為了維持經濟穩定解決勞動市場短缺 學者認為政策調整是必然 但企業界如何配套也有陣痛期 對於日本的民間來講 他並沒有做好準備 譬如說以大企業來說 目前現在大企業就是調整 日本退休年紀的 或者是延長讓員工能夠工作到七十歲的企業 只佔百分之零點六到零點七左右 這大企業中小企業長一點到百分之三到四左右 所以說這完全日本政府雖然有鼓勵這一點 然後日本的一些團體也在呼籲這一點 可是日本企業並沒有做這個準備 有39%的日本人打算工作到七十歲以後 政府也鼓勵企業僱用老年人打造高齡友善職場 不管他們的業界經歷或者是他們整個的工作經驗 其實對各個產業是有很好的抑注的 可是整體來講卻被定義是中高齡以上 甚至從公司的角度不見得是那麼重視相對的 所以我們相信說如果企業界在整體 可以做比較快速的調整 有可能可以比政府做的更有彈性的調整的話 可以去把中高齡的人口或者是過去已經退休的人再聘回來 那一方面我們也覺得說如果從中高齡的角度 他其實可以做一個職務再設計 我們想像中高齡他有可能年紀相對比較大 如果他今天在零售業可能不能爬高爬低 那是我們的預設但是不見得 但是我們可以配合比較年輕力壯的年輕人 來跟他做一個搭配 那中高齡可以分享這個經驗 同時也可能兩邊討論之後 會有更好的火花出來 壯世代銀髮族繼續工作的原因有很多 這也是進入超高齡化社會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TVBS新聞羅氏彭楊青坡王浩與台北採訪報導 華為推出了全球第一款的三折疊手機 亮相之後預售的銷量其實還不錯 已經超過了400萬 網路上甚至炒到一台手機的價格要價台幣43萬 華為店裡面有兩個行果的工作人員 火到競爭對手也來體驗 華為全球首款三折疊手機Mate XT 10號一推出在大陸市場搶進iPhone16風頭 彭博社也指出華為不給蘋果蜜月旗 華為深圳店門口打排長龍 排隊人數超過百人 陸媒卻發現深圳蘋果門市卻冷冷清清 形成鮮明對比 店員解釋通常要等到新機正式發售 門口才會排起長隊 當我們把三塊屏幕全部展開之後 整個手機屏幕大概是達到了10.2英寸 上海華為旗艦店第一時間展示Mate XT 吸引大批民眾來體驗 今天早上過來 這邊是直營店嘛 旗艦店 然後就是說到旗艦店來看一下 看能不能先感受一下真機 最突出的就是屏幕嘛 就是它的內容會更多一點 電池濃縮到那麼薄 容量還那麼大 感覺很震撼 華為廣州店也熱到非凡 不少民眾專程來看發布會 帶來的這種視覺沉濕的觀感 相較於以往那種雙折疊 強而不是一定半點 平板和手機二合一 科技感十足 但售價不菲 最便宜的型號也要新台幣約8.5萬元 預計9月20號正式發售 線上線下已經掀起搶購熱潮 預定量超過400萬 而備貨量只有約100萬台 黃牛因此紛紛出動 網上炒到一台近10萬元人民幣 折新台幣約43萬 有分析師預計 華為三折疊機 2024全年銷量 預計約20萬台 出席會受到成本 技術等多種因素限制 普及率仍有待提高 TVBS新聞程序儀蔡一介 綜合報導 而華為想要跟蘋果競爭 不過蘋果呢 在愛爾蘭社的歐洲總部 之前跟政府達成了優惠的稅率 非常低 只有0.005% 歐洲法院認為呢 這很明顯是非法補貼 所以提起了司法訴訟 而這官司一打就是十多年 而最近呢最終的裁決出爐了 蘋果被判決敗訴 必須要補繳歐元一百三十億 美國兩大科技龍頭蘋果和谷歌 在歐洲法院的訴訟 全部敗訴收場 10號歐洲法院判決 蘋果必須補稅一百三十億歐元 給愛爾蘭政府 2016年 愛爾蘭給予蘋果一百三十億歐元的稅務減免 讓蘋果在歐洲市場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違反了歐洲補助規則 歐盟因而提告 2011年蘋果在愛爾蘭的一家分公司 這獲利約一百六十億歐元 這項判決成立後 愛爾蘭政府現在能夠對蘋果 追討五千萬歐元的稅金 蘋果對判決表達失望 批評歐盟並非在意蘋果要繳多少稅 而是在意稅金要繳給哪個國家 蘋果也強調他們的收入 以按照國際稅法 在美國繳納相應的稅款 歐洲法院的宣判 剛好與蘋果心機發表撞旗 判決結果壓抑了蘋果的慶祝氣氛 股價周二收盤小跌0.36% 蘋果十號推出iPhone 16全系列 以及新的Apple Watch Series 10等新產品 頂級版的手機提供了人工智慧功能 但可惜沒有引起太多的驚喜 一些市場專家認為 蘋果心機在4K影音功能上的升級 讓人驚艷 但其餘功能量點不足 恐怕很難催生大量的換機潮 我實際上不肯定 他們的能力 會引起太多人增加 我實際上很興奮的是 他們的資訊 我還不記得他們 在歐洲法院提了鐵板 歐盟法院認定 谷歌非法利用搜尋引擎主導地位 讓自家購物服務 Google Shopping的搜尋排名提前 對其他購物服務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法院要求24億歐元的罰款 過去十多年來 歐盟職委會已經三度對谷歌祭出數十億歐元的罰金 顯示歐洲對打擊科技產業壟斷的決心 歐洲消費者團體也讚揚歐洲法院的決定 蘋果和谷歌的判例 將有助歐洲對科技大企業法規的改革 避免企業遊走歐盟國家尋求避稅 歐盟也採納經濟合作建發展組織 OECD推動的全球最低稅復制 規定境內各國公司稅最低15%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觀眾朋友如果您現在目前正在用手機收看的話 不要忘記在我們的頻道按下訂閱跟分享 如果您是用電視機的話 一樣可以拿起手機在我們的聊天室 跟大家分享您對新聞時事的見解 我們馬上再來關注是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亞洲型 最後一站是來到了新加坡 為了要迎接教宗這位貴客 新加坡就宣布即日起到14號為止 會加強海陸空的警戒 所以如果您要造訪新加坡的話 機場的通關速度有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那教宗他前陣子其實也講過 他特別想要去中國大陸造訪 會不會進一步對北京表態呢 外界都在關注 天主教宗方济各坐著車出場 亞洲之行來到新加坡 柵欄旁滿滿都是人 收納新加坡和梵蒂岡的旗幟 他是一個年輕人 而且他還記得我們 有些人是聖徒 教宗難得到訪教徒的興奮之情 異語言表還有教徒遠道而來 新加坡是教宗亞太之行 最後一站他將會見新加坡總理黃巡才 教宗日前才公開喊話說非常想去中國 外媒報導有大陸教徒專程到新加坡 檢訪幾個新加坡也宣布教宗到訪當天 到十四號將對海陸空邊境加強安檢 而教宗前一站在東地問他主持露天彌撒 現場約有七十萬名信徒 人口僅約一百三十萬人的東地問 等於一半的人口都去參加彌撒 創下新紀錄 幾十萬人聚集在濱海大道上 撐著黃白雨傘和梵蒂岡旗幟相呼應 景象壯觀 教宗在東地問探訪當地一間殘疾兒童學校 他握住一名孩童的手 親自送上祝福 讓不少人都感動落淚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打美航空一架客機 在亞特蘭大機場準備起飛的時候 意外擦撞了另一架客機 不過幸好無人傷亡 而另一起航空的意外則是在北海道的新千歲機場 當時是樂陶航空有一架班機準備要降落 結果卻不小心闖進了施工當中的跑道 導致跑道緊急關閉了兩個小時 畫面中一架飛機停在跑道上 機尾斷裂和機身幾乎呈現90度 美國打美航空兩架客機 當地時間10號上午 在亞特蘭大機場意外碰撞 其中一架是載有221名乘客 準備飛往東京羽田機場的客機 在滑行過程中撞上另一架載有56人的國內線客機 導致這架56人的小飛機機尾嚴重回損 幾乎要斷裂脫落 所幸會造成人員傷亡 當時美國廣播公司氣象學家Jason Adams 在國內線的客機上 他嚇到在推特發文 形容撞擊瞬間 發出刺耳的金屬聲 簡直太過恐怖 另外北海道新潛水機場 也發生客機誤闖的意外 中部空港出發 午後3時過 新千歐洲空港 Pitch Aviation465 Airbus A320型機 在工程中閉鎖 誤誤進入 樂陶航空一架客機 在降落後滑行到停機坪的過程中 不慎誤闖 正在施工的滑道 意外降錯 導致該跑道關閉將近兩個小時 多個航班起降 因此遭到嚴誤 新千歲機場出動脫影機 將客機拖到適當的位置 機上167名旅客 未造成任何人受傷 TVB新聞綜合報導 馬斯克旗下的SpaceX 北極星黎明火箭 昨天下午正式從美國的佛州升空了 這次出任務的四名太空人 都是平民身份 過去我們知道 史上第一位漫步月球的太空人阿姆斯壯 他其實是機師出身 不過這一次的四名太空人 他們有的是億萬富翁 有的是退役美軍 沒有太直接太空探索相關的身份 要來挑戰史上第一次的平民太空滿步 火光照亮夜空 SpaceX的北極星黎明火箭 終於正式發射成功 帶著四名太空人 從佛羅里達州飛往太空 這是自美國太空走出NASA 50多年前登月以來 距離地球最遠的旅程 北極星黎明火箭 先前因為氦氣泄漏 惡劣天氣延後發射 這次成功升空 李馬斯克也興奮地轉發 X波文慶祝 因為北極星黎明火箭 將實現世界上第一次 民間商業太空漫步 也是將SpaceX第一次品牌化 這四位平民太空人 分別是億萬富翁 艾薩克曼 美國空軍唾液中校波蒂特 SpaceX資深工程師 吉利斯 以及兼任義務官梅農 他們前往距離地球最遠1400公里的位置 並進入地球輻射帶停留10小時 這是四個人的隊伍 除了太空漫步 你將測試太空服的舒適性 星鏈通訊等將近40個實驗性項目 預計五天後返回地球 這時還得確保有適當的降落海面 以及風勢 TV新聞綜合報導 最新的消息 就在稍早9點41分 發生了瑞士規模4.8的地震 震央是位在花蓮縣的近海 深度有30公里 包括花蓮南投的震度都是三級 宜蘭台中台東則是兩級 有更多訊息稍後會再提供給大家 再來看是講到社群媒體呢 很多的教育人員都認為 這會危害學生的身心 所以澳洲政府打算立法 來限制學生使用社群的年齡 可能會落在14到16歲 另外是有這個教育之都的稱號 的北歐芬蘭 他們推廣教室數位化十多年了 不過呢並沒有給學習表現 帶來成效 所以今年秋天開始 又要回歸課本跟紙筆的教育 學生一邊翻著課本 還帶了鉛筆盒準備記下筆記 這樣的景象在芬蘭南部 這個叫做里希麥基的城市 目前並不常見 因為過去十年來 每位學生的課桌上 可不是這麼回事 那可能當中學到你們的 紙筆盒子裡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 才會學習 所以我們應該會 比較適合自己的女生 李希麥基的中學 打從2018年起 就已經淘汰大多數的書籍課本 許多學校直到最近 都還會免費派發筆電 給所有的學生 包括年僅十一歲的小學生 只是這麼多的科技輔助 卻沒能讓近幾年芬蘭的學習表現 出現該有的成效 使而當局打算訂定新法 禁止學生使用個人裝置 例如在上學時間滑手機 我確實認為 它會令年輕人 更加集中 而且有更多拘捕 根據統計 目前芬蘭青少年 一整天盯著螢幕看的時間 平均是六個小時 專門研究 腦部結構功能的神經心理師表示 過度使用數位產品 除了危害心理健康 還會造成眼部等生理問題 總共的時間 應該是最低的 腦部很困難 尤其是在這個年輕時 尤其是在這個年輕時 甚至是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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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放下 科技產品 對年輕人 有意無害的 還有澳洲 澳洲政府打算在今年立法 設定使用社群媒體的最低年齡限制 並會提前進行一場年齡測試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並沒有指明具體年紀 只表示可能會在14到16歲 一旦立法成功 澳洲將成為全球 對此設定最低年齡的第一國 只不過在這之前 歐盟也做過類似努力 但卻因為少數人 尚往權力受限的疑慮 最後無疾而終 以臉書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為例 他們自行將最低年齡限制設定在13歲 宣稱想讓年輕人從自家平台受惠 至於YouTube母公司Alphabet 和端銀平台TikTok 目前都沒有回應 根據當地政府數據 澳洲是全球上網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 2600萬的人口中 有8成都在用社群媒體 另一份去年的調查則發現 12到17歲 使用YouTube或Instagram的年輕人 達到75% 同樣擔心年輕人的心理健康出狀況 在美國則是有多達42週的檢察長 難得口徑一致 要求對社群平台的應用程式加助警語 當中已經有多個州 對Meta、TikTok等社群媒體公司採取行動 TVBS的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